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進展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一份聲明 在這份聲明當中有兩項要點 第一 他宣佈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將會訪問台灣 但他沒有公佈相關的日期 第二就是因應特區政府昨天大規模搜捕了超過50名民主派人士 於是他就會考慮 對於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 實施限制的措施 接著我們會說一下 自從國會聯席會議宣佈了拜登所謂當選美國總統以後 有部份的香港政界人士 就開始陸續現營 那些嘴唇真是相當之欲酸 大家都知道 在國會大樓的示威活動當中 有幾名的平民示威者 遭遇到不測 但是竟然間有些政界人士在Twitter上 就說要公然地多謝美國的警察 維持治安 那你說這些人是什麼人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講就是蓬佩奧的那篇聲明 他就說 今次的大搜捕行動就是反映得到 中共就是鄙視自己的人民和法治 而美國就將會考慮對於有份打壓香港人的任何個人 或者是實體 施以制裁或者是其他的限制 而美方也都會對於香港駐華盛頓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實施限制 就著有美國的公民 就是關上義律師 在大搜捕當中遭到逮捕 蓬佩奧就說 深感震驚 美國是不會容忍 對於有任何的美國公民 遭到任意拘留 或者是騷擾 到底這個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 他的職能是做什麼 根據資料顯示 這個經貿辦就是香港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核下 就是邱騰華局長那些馬仔 會常駐於海外 目的就是增進各地具有輿論影響的人士 對於香港的認識 從而會促進香港的經濟和貿易利益 這些經貿辦也都會密切留意 可能會影響到香港經貿利益的發展 以及跟工商界、政界人士和傳媒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與此同時這些經貿辦都會定期舉辦活動 來提升香港的形象 目前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有三處地方 分別是首都華盛頓特區 紐約 以及三藩市 現在在首都的經貿辦 根據蓬佩奧所說 會受到某一種限制措施 究竟會有什麼限制措施 在這份聲明當中 未有詳細說明 但是既然他說得出的時候 肯定都會做得到 這件事其實是會對於香港有什麼影響 當然 就會進一步打擊得到 香港的企業在美國的營商環境 如果你駐別人首都的經貿辦都遭到限制的時候 試問你又如何來執行 經貿辦本身應有的職能 是不是 你都受到限制了 將會受到限制 現在未受到限制 也反映得到 蓬佩奧對於香港政府的駐外機構是不留情面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它就不會有駐外市管 最多就是這些經濟貿易辦事處 現在連香港駐美國首都的經貿辦都將會受到限制的時候 等同於美國政府替了特區政府的眼眉 所以其實這項措施都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 除此之外 由於昨天的大搜捕行動當中 就涉及到一位美國人 這位就是關上義律師 他原來沒有特區護照 就是一個純正的美國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件事又會增添了一些變數 分分鐘就會演變成一場外交風波 因為現在這場的首部行動 就牽涉到一個美國人 所以蓬佩奧在他那篇聲明當中 都有特別提到這件事 可見 美國政府對於有美國公民 在外地遭到逮捕 是非常之重視 當然這份聲明也反映得到 縱然 蓬佩奧目前的任期 就剩下十幾天 因為拜登都很快會上台 如無意外的話 他縱然面對著現在的困局 他仍然繼續履行他的職責 沒有說疏於職務 又或者準備要跳船 大家都知道 趙小蘭部長 他醞釀要辭職 不知道這個消息是真是假 目前未得到核實 但是有美國主流媒體 就報導了出來 但是蓬佩奧顯然就不是這些人 他一定會堅守著現在的職務 是會履行職責 盡忠職守 一直到1月20日的換屆 我相信蓬佩奧絕對不是那種勢利小人 不會看到川普總統 現在似乎都翻盤無望 於是就急急腳 割蓆自保 我相信他不會這樣做 他就是會繼續盡忠職守 敬業 這一種精神 就能夠體現出何謂忠義 不是用口說出來的 是用行動來實踐 在八個世紀之前 文天祥寫下了正氣歌 其中兩句就是這樣說的 黃露當清宜 含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宴 一一誰單清 這個就是蓬佩奧的最佳寫照 除了關於香港的事務以外 他也有提及到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 將會訪問台灣 克拉夫特 自從2019年上任以來 已經多次在公開場合 發聲支持台灣 參與國際事務 他也將會成為 美台斷交之後 首位訪台的 現任美國駐聯大使 這就別具著象徵意義 亦可以反映出 蓬佩奧在掌握了 他任期最後這十幾天的時間 盡量做出一些行為 令到即使拜登上台之後 都沒有辦法扭轉得到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為 現任駐聯大使訪台 等同於提升得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既然他宣佈了這項措施 雖然他沒有說 實踐的日期是甚麼時候 但是他也說到出口的時候 也一定會實行 這件事可以反映出 鍾然蓬佩奧現在只剩下十幾天的任期 但是他把握著餘下任期的時間 都要去刺激大陸政府的神經 可見他就不是那種 說任期只剩下十幾天 不如自暴自棄 或是滑走 實情如果他這十幾天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都沒有人會怪責他 因為都準備是由拜登上任 但是他顯然就不是這一種人 而蓬佩奧這次派遣美國駐聯大使訪問台灣 亦都等同於無視了大陸政府的警告 大陸政府之前說過 說美國政府就不應該再派遣官員以官式的身份訪問台灣 但是這位美國駐聯大使到底應不應該視為美國官員呢 這個也是相當吊詭的 還有一件事我就想提回 蓬佩奧之前在Twitter上 一年貼出了多張圖片 這幾張圖片當中 是跟很多官員的合照的 偏偏當中是找不到彭斯的 其實今天大家就會發現得到 彭斯就是潛伏在特朗普身邊的一個 可以說是臥底 已經是四年的時間 原來到最後一刻就選擇了 出賣特朗普的 難怪蓬佩奧在他的Twitter的回顧當中 是沒有看到彭斯 原來他當日就已經隱然地把答案說出來 所以其實蓬佩奧他本人 我相信 都可以說是忠厚老實一個 起碼到目前一刻 都是堅守著這個職務 沒有半點說要出賣特朗普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又再說 自從國會聯席會議 宣佈了拜登所謂當選總統以後 有部分香港政界的人士就陸續現營 實情在過去兩個月以來 有很多號稱打國際線的人 他們對於 美國大選的議題都顯得相當之 避諱 投鼠忌器是不敢說的 更加對於各種選舉的亂象 不發一言 但是大家都知道 當香港無論出現蛇齋餅種 也好 掌心雷也好 一屋十幾勝的種票也好 或者是一車車安排去投票也好 這班人都總是第一時間走出來鬼殺那麼吵 甚至乎之前特區政府 說想安排在大灣區有票站 這班人都馬上第一時間發聲 但是偏偏對於美國的選舉出現那麼多的問題 他們就保持著沉默 直到今天 國會大樓發生了示威活動 有四名示威者遭遇到不測 而其中一人曾經在美國空軍效力了十四年的時間 這個絕對可以說是愛國人士 他們走到去示威 無非要追尋真相 和捍衛公義 想不到的就是 其中一位 叫做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的成員 叫做邵南 這個成大人 他竟然公然地在Twitter說一句說話 他就說多謝那些警察 這些完全是冷血 是吻滅人性的說話 你多謝那些警察什麼呢 當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你已經在安全的地方 為什麼你還要說出這些說話呢 難道他會認為這一槍是開得好嗎 為什麼他會變成藍絲上身呢 因為這班人去到外國之後 看到拜登準備要上台 就要托實民主黨的大腳 因為根據過去那麼多屆的美國政府的往跡 民主黨對於這些海外民運人士 相對來說比較鬆手 尤其是會用國家民主基金會來資助這些人 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想搏派財 想不想影響自己的延後利益 所以紛紛來拒絕就選舉的問題表態 甚至乎現在還赤裸裸地去多謝美國的警察 來擊斃示威者 所以香港人真的要時刻保持著清醒才行 不要看到有些人號稱打國際線 如何如何就信到他十足 根本上在過去兩三個月以來 這班人到底怎樣持守著公義和良知的原則 完全是顯示不了出來 絕大部分這些號稱打國際線的人 都是向民主黨和拜登陣營靠攏 為什麼呢 因為共和黨和特朗普根本上就是要山水喉 他就是要美國優先 他怎麼會大灑金錢在這些人身上 民主黨就不同了 他最偽善的 一邊就跟大陸做生意發大財 一邊就在手指納漏少少給這些人 有什麼所謂 對於這個大局又沒有影響 所以大家千萬要警覺性高一點 不要這班人說幾句 你就以為他真的好像在做什麼 實情他對於香港的局勢有什麼影響 其實就是零影響 只不過有些人就把精神寄託 放在這班人身上 就覺得好像這班人 叫做幫得到香港 到最後其實都幫不了 這些不是說我什麼潑冷水 而是 煉月僧 煉老 他都寫了一篇文章出來 就說這些所謂什麼國際線的東西 到最後都是虛幻 虛無 我就覺得煉老寫這篇東西 當然很有說服力 而且他根本上就不屑於說要在那邊手指納漏錢出來養活自己那種人來的 所以他說的一定是比較客觀 因為他不牽涉在這個利害圈子裡面 他一定看東西是比較客觀一點的 牽涉到在那個利益中間就肯定是出事了 你看到那班人就是這樣 選舉亂象不夠敢表態 現在拜登當選他們就說是合法程序如何如何的 警察開槍他們都說要多謝警察 所以這些人全部就是現形 至於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無論哪一個當選也好 不當選也好 老實說我都是照著 是其是非其非這個原則來做節目 總之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我就按照客觀事實來評論 我就絕對不會說 哪一個上台我就要拆鞋 要托他大腳 對不起我就不做這節目 如果大家喜歡聽這些節目的話 麻煩要請兒玉部 如果你想聽真話就可以留在這裡 我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絕對不是那種 看到哪一個上台我就要拆鞋 或者托他大腳那種人 不是說現在都大局已定 拜登都準備上台 你還說什麼 我就是說出真話 說出真相 就是這麼多 很多人以為做時事評論 就是鼓領袖 猜中哪一個可以奪權上台 就是你是威水 不是這樣的 這些不是平馬節目 這些是時事評論節目 我只不過是反映的真相出來 我從來都沒有說 特朗普百分之百能夠翻盤成功 但是縱然他翻盤不到 那又怎樣 是不是代表哪一個贏 你就要托他大腳 這些完全就是藍絲那種勝利球迷心態 總之哪一個當權 哪一個贏 你就去吹捧他 你就去拆鞋 如果是這樣 做這些自媒體 做這些網台節目 都沒有意思 是不是 你聽官台就行 看央視就行 看網台 這些人 對 不用經常來留言 現在特朗普似乎沒有什麼希望 或者拜登當選 你去留言說這些廢話 做什麼 有什麼作用 有什麼意思 就算被他奪到權 又怎樣 他能夠使民心服他嗎 他能夠使國際社會 真是尊重他嗎 他叫歐洲 都沒有這麼聽話 睬都不睬他 唉真是 希望這個節目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